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骏哥与林杰的频道 这次要介绍草坪头玉山观光茶园 部分停车场樱花及礼花的花矿 青山坪咖啡农场的台湾白樱 韩樱、合金樱及礼花等情况 最后也会介绍迷糊步道樱花公园的花矿 如果你也爱赏樱 千万别忘了订阅、按赞和分享 目前我们的位置就是在9号停车场附近 那么这边台湾白樱都已经开了 然后前面左转就是我们上次介绍的 关玉园小火锅那边的礼花园 各位现在所看到的都是台湾白樱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福尔摩沙樱 开得非常漂亮 我们现在就走进去礼花园看一看 现在的花矿如何 这边的礼花园 目前礼花都盛开了 而且绿叶也开始长出来啰 两个礼拜以前我们来还没有满开 那么现在呢 都已经开了 而且绿叶也长出来啰 好了 那这个9号停车场 冠玉园小火锅这边的礼花园呢 花矿就是我们刚刚所介绍的 已经开了 然后绿叶也长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啰 这是13号停车场附近 在这附近呢 也有一片的礼花园 现在开得非常的漂亮 我们现在走进去看看 这里的礼花就开得非常的美 盛开盛开真的是满开楼 目前这就是13号停车场附近 这个礼花园子的花矿 接下来我们再到另外一个地方看看 现在这个位置是14号停车场的礼花园 现在已经是满开了 我们现在走进去看一看 跟我们两个礼拜以前来的时候呢 差很多哦 哇前面这一整片的 好白哦 雪白的礼花园 但是呢 现在有些礼花已经长出了这个绿叶了 所以要赏礼花的人呢 一定要趁早 我们再带各位去另外一边看看 这边也是很漂亮的 看到了吧 一整片雪白雪白的 太美了啦 在这片雪白的礼花园里面呢 也有台湾白银哦 从外面看也是很漂亮的 好了 那么14号停车场这边的礼花园 就介绍到这里 现在我们看到这一排礼花呢 就是在5号停车场这里 跟两个礼拜以前也是差了很多 停车场的另外一边 这边的礼花也有长出绿叶了 外面的三樱花都还在开着呢 好了 这里就是5号停车场的画框 现在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地方 就在8-1号停车场的旁边 这个水池 各位看到了没有 这樱花的花瓣都落下来了 非常的美哦 接着各位看到的 这个就是8-1号停车场 那么我们沿着8-1号停车场的小路走进去 这个旁边都有樱花 有白色的红色的 非常的美丽哦 还有粉红色的呢 前面就是这些红白相间的樱花 这里过年来这边走春一定非常的美 这个就是台湾白樱 然后这个樱花是多半的哦 这个绝对不是山樱花 走上了以后 从上面往下看 这一片的茶田 和这个樱花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美 那么8-1号停车场附近的樱花的花矿 就为各位介绍到这里 这里就是5号停车场对面的会场 这边樱花也开了哦 有白樱也有红色的 这棵就是我们上次介绍的桃树 现在已经长出绿叶了 这棵呢就是台湾白樱 后面的樱花也都开了红色的 好了会场这边的樱花花矿 为各位介绍到这里 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1号停车场 那么这个位置呢 就是现在草坪头玉山观光茶园里面 礼花开的最漂亮最茂盛的地方咯 这叫做白色田园 哇 真的一整片雪白啊 好多游客啊 好 各位看到这个里子 树上面还结了里子了 有红色的还有绿色的 我们从这边走进去看看 我们从这边走进去看看 今天是礼拜五也非假日 游客还是那么多 这里真的是草坪头里面 礼花开的最漂亮的地方哦 这一片的白色田园非常大 也非常漂亮哦 来来来 这里 就是像这样的 好了 那么1号停车场白色田园 这里的花矿 各位也都看到了 那么我们就为各位介绍到这里 这是我们走上来 从圣贤宫的位置 往下看这个白色田园 从这个角度看 也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美哦 现在我们来到了2号停车场 在这里有个水池 然后旁边也有些礼花 走进来这边也是有些礼花 但是呢都已经长出绿叶咯 前面也有支锤银 支锤银也是叶子都长出来了 好现在各位看到的就是 2号停车场这里的花矿咯 大家也可以走到这个凉亭 从上面的角度去看下面的一片茶田 还有樱花树所构成的一幅美景 太漂亮了 接着我们就走下楼梯 从这个方向走出去 那么2号停车场这边的花矿 就为各位介绍到这里 从2号停车场走出来之后 前面又有小农四集了 其实来这里赏花还真蛮不错的 除了可以看樱花看礼花 还可以这个买菜 赏花间买菜 肚子饿了还有熟食可以吃 大家来这边赏花之际 也可以顺便刺激一下当地的经济 草坪楼樱花季呢 从1月27号到3月10号 那么这边的樱花大道全长1.5公里 然后各位也可以走到这边 看樱花季期间的这个导览地图 非常的清楚哦 我们现在走到公厕的附近 那这个旁边的小农四集呢 是最热闹的地方 这里有卖石板烤肉的 还有卖苹果豆 还有呢 卖高丽菜卖蔬果都有啦 草坪头玉山观光茶园 这里面的樱花多达三四千株 所以品种也有非常多种 那么每一种开花的时间都不同哦 好了 那么这次草坪头玉山观光茶园的花矿 就为各位介绍到这里咯 前往青山坪的路上 都可以看到樱花 记得要在前方隧道口前右转哦 现在我们在青山坪咖啡农场 各位看到的就是台湾白银 那么目前这边的台湾白银 已经盛开了哦 这次我们决定把车停在中间的地方 然后用走路的走下去 慢慢的看这边的樱花 开的情况怎么样 上面都是台湾白银 红色的樱花 不知道是三樱花呢 还是八重樱 那么因为今天的天气啊 有点阴阴的 所以樱花 显得就不会那么亮丽 哇转个弯 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下面的台湾白银 开的更漂亮咯 太美了吧 这里除了有台湾白银之外 还有这个礼花 看到了吗 都是台湾白银啊 那么我们就顺着这条路走下去 这个叫秘境 前面就是台湾寒鹰 还有礼花 这个就叫做台湾寒鹰啊 前面真的很美 虽然这边长出绿叶了 但是还是很漂亮 再往前走又更漂亮了 这里的秘境 虽然有长出绿叶 但是一片粉红色的 看起来真的是很美了 好了那我们就往回走 现在我们从秘境走上来了 接着我们再继续往下面走 看这旁边都是台湾白银 现在我们看到下面那粉红色的一片 就是我们刚刚走下去的那个秘境 里面都是台湾寒鹰 这旁边也是台湾白银 但是目前来讲还不是全开哦 在过年的时候 那会开得更漂亮了 我们再继续往前面走 就可以看到前面有粉红色的樱花 这边的粉红色的樱花 都好漂亮哦 但是就是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种的 转个弯 哇 这边有粉红色的 有白色的 有红色的樱花 真的太漂亮了 顺带一提 这边的樱花季是从2月10号开始 那么我们就继续往下面走咯 走下来又可以看到白色跟粉红色的樱花 很漂亮的 然后下面呢好像又有乐团吧 在那边演奏 哇 现在这边什么样的樱花都有咯 下午来跟早上来真的完全不一样 下午来这边特别热闹 哇 这边实在太美了 那个樱花步道的樱花全开了 原来是街头艺人 在这边演奏 两个礼拜以前我们来这边看的时候 这边樱花还没有开得这么漂亮 现在已经开得非常的美咯 这条樱花步道呢 都是合金樱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有都长出绿叶来了 虽然合金樱长出了绿叶 但是这整条樱花步道呢 看起来还是很美的咯 我们再继续往前面走 再去看看前面的花矿 这里比刚刚那边更漂亮更美 走到樱花步道的尽头之后 在我们的右手边 各位可以看到礼花 看这个礼花树 上面的礼花结了那么多 然后再往上走 台湾白樱也开了 前面也是有合金樱 好了 那么我们就准备绕一圈往下走 今天下午如果有阳光出来的话 那肯定更美咯 目前这些粉红色的樱花呢 都长出了绿叶了 那么既之而起的 就是台湾白樱咯 顺着路走下去 在我右手边的呢 就是台湾白樱咯 在我左手边的 这个就是礼花 礼花是一球一球的 走到这边 我们看一下对面 那个就是樱花步道咯 好了 那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 我们又走回这边了 刚好看到两位老人家 正在跳恰恰 我们现在又到另外一边的 樱花园去看看 各位可以看到 在我右手边这个 就是礼花园 这一片呢都是礼花 这里有礼花 樱花 我们两个礼拜以前来这边 你看很快 它就长出绿叶来了 所以嗓音呢 这个动作要快 完了就看不到了 在青山坪咖啡农场这边 种植的樱花品种也不少 所以不同的时间来看 都会有不同的樱花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往回走了 那么我们就从这边走进去 绕一圈 然后再走上去 哇塞 这边也有街头艺人啊 这里也有礼花 我们现在就从这边走上去 走原路回去到停车场 好了 青山坪咖啡农场 这里樱花的花矿 就为各位介绍到这里咯 现在我们来到了迷糊步道 哇这边台湾白银 开得好漂亮啊 全开了 这边我们两个礼拜以前就已经来过了 当时我们就说大概两周后 这边的台湾白银就会开得很茂盛 现在来果真说的没错 开得太美了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往下走去看看 这一颗很特别哦 又有红色的山樱花 还有台湾白银 长在同一株上面 真是太厉害了 那边那颗也是 哇这样看也是很美哦 太漂亮了 台湾白银跟山樱花 再走下来这边有个凉亭 可以让大家休息的 下面就是厕所咯 从下面往上看 也是一样那么漂亮 有白有红的 在厕所旁边 也有两颗红色的山樱花哦 好了 那么这次迷糊步道的樱花花矿 就为各位介绍到这里咯 影片最后 祝大家新年快乐 赏花愉快 感谢观看